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电缆的一篇文章 文章介绍有一位著名的极右翼人士叫做吉奥奈特 本月初他在接近美国国会大厦并试图闯入时 有一位戴着红色康尼迪格州支持川普帽子的中国女性将他拦下 这位女性手举牌子喊着中共滚回家中共滚回家 而吉奥尼特则很快加入了自己的口号 滚回中国去吧滚回中国去吧 当时吉奥奈特是在一个叫做DLive这样的网站上发布了二十七分钟的直播 并且记录了这一次交流 在视频旁边观众们发布了他们对于这一位女性的评论中国间谍 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Lemon 表示有观众用平台上的加密货币向他进行了打赏 但是文章介绍吉奥奈特还有他的大概一万七千八百名观众 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们是在一个中国人拥有的平台上高喊这些口号 而这个叫做DLive的平台是由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国加密货币企业家孙宇晨所拥有的 自从孙宇晨在二零一九年收购了DLive以来 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小的用户群 这些直播者是因为暴力或者是种族主义语言 而被踢出油管或者是Twitch等其他主流平台 而在油管上订阅最高的个人是一个反犹太主义和激励白人民族主义而闻名的右翼人 他是二零一九年第一个迁移到DLive的人 当时与DLive签订了独家流媒体协议 专家表示DLive缺乏任何可靠的内容节制功能 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环境 虽然脸书TwitterParler还有Gab这样更边缘的平台 都因为允许暴力内容而受到批评 但是DLive跟他们相比反而更加极端 更加没有节制 而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人们去了那边 而且他们可以用加密货币来进行支付 这些很难被阻止 虽然网站上没有广告 但是有七百万活跃用户的DLive会从创作者平台上流媒体收入 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 吉奥内特可能从观众的打赏中收取了高达两千一百七十五美元的收入 DLive的发展与川普总统期间开创性的时刻似乎有所共鸣 而这并不完全使人例外 而根据分析师以及见过孙宇晨的人说 孙宇晨有浮夸的个性 并且喜欢十分夸张的营销 在某种程度上和川普还有点相似 专家表示他有很多人际关系技巧 他有一种观观的天然感觉 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人 而孙宇晨则毫不掩饰他的这种创业精神 但是他也声称所有他的企业都受到同一个目标的启发 就是去中心化的互联网 通过使用区块链 有一些技术专家表示 普通人可以从谷歌还有Facebook这样靠用户数据获利的企业中夺回全力 让互联网回归到最开始的乌托邦 而凭借多个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公司 以及超过二百万的推特粉丝 孙宇晨将自己定义为互联网去中心化运动最大的人物之一 他毫不留情地承诺让互联网再次伟大 这当然是抄袭了川普的口号 但是即使是在国会山骚乱之前 他的蛮横以及个性弱点 就使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争议 从非法筹款到管理含有色情内容的网站到被指控抄袭 他自己一直希望让自己成为下一个马云 但是人们认为他更有可能的是下一个制药业女骗子 伊莉莎白霍姆斯的继承者 文章引述一位加密货币分析师说 每个人都讨厌孙宇晨 但是如果有机会 每个人都想成为孙宇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大西洋月刊的最新报道 作者是前华盛顿邮报著名驻华记者潘文 文章开篇回忆到在二零零七年三月 时任浙江最高官员的习近平在上海附近 与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共进晚餐 而这顿饭是大使馆对于中国的先进官员进行了解的一部分 当时习近平只有五十三岁 被认为是接替胡锦涛的三位官员之一 而乔治·布什总统的同学兰特大使对习近平印象深刻 在一份叙述这次晚餐的电报中 兰特行荣讨论坦率而友好 习近平就像对待美国人一样对好莱坞电影大家赞赏 而对于这一位来自创业热土福建的党魁来说 他还赞扬了一项保护中国私人投资的新法律 当时习近平是以自信的新兴姿态出现的 同时也表现自己是民营企业的支持者 但是就在十几年之后 如今身为中共党魁的习近平 却对中国的私营企业发起了广泛的攻击 除了收紧对公司的监管 比如要求公司必须有党的委员会 也就是所谓的党支部 而党支部甚至还可以对公司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此外习近平还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企业家本身 无论是作为集体还是作为个人 文章引述两位直接了解此事的共产党员 还有一位接近该位人士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九月习近平直接监督了一位 对于在私人信件中批评他的房地产高管任志强判处监禁一事 最后的定期是十八年 这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以来政治罪的最长刑期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他亲自砍掉了本来可以是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也就是金融集团蚂蚁的募股 然后在十一月有一位经营农业集团的私人商人孙大午被捕 原因是他的公司和一家国有农场之间的纠纷 而判文写道尽管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我 他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发表了支持政治改革的言论 而最后在最近一次低调露面之前 蚂蚁集团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在批评了党对金融改革的处理后 好几个月都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而判文写道尽管习近平在二零零零七年对于美国人说尽了好话 但是他和党内的许多其他人一样 长期以来担心私营部门会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权力中心 资产阶级促成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贵族阶层的衰落 而习近平也担心中国的私营企业会扮演类似的角色 他最近告诉企业家们要以张检为榜样 张检是二十世纪初的商人 不是通过创新 而是通过向中国政府拍马屁来赚钱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 党对私营企业打压并没有那么偏执 二零零一年的时候 习近平的前任之一江泽民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 欢迎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谓中国先进人士来加入党的队伍 尽管江泽民用党的语言来包装了这样的宣传 但是这并没有掩盖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 二文章认为习近平限制私营企业的举措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 比如增长放缓 创新减弱 竞争减少 而这些会导致经济停滞 回归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生产力 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创造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几乎增加了一倍 而在文章最后判文写道 这种对于企业家的攻击也使中国在政治上大倒退 习近平似乎接受了自从毛泽东以来基本没有改变的列宁主义逻辑 只有在危机时刻党才会放松控制 允许更多的自由企业和更多的资本自由 他总是不情愿的这样做 然后又恢复了原样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此前投资银行野村的研究人员发布报告 说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并维持在一美元对六人民币左右 那么到了二零二六年 美国经济就将被中国经济超越 但是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这样的估计是基于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估计的二零二五年明亿GDP增长百分之七点九 进一步推算延伸到未来 并取决于美国经济将永久低于大流行前的假设 无论是事实本身还是货币持续升值 这样的假设其实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即使抛开美国自己的发展 人口途径以及生产力走向 也会使得中国维持大流行并前的增长率变得愈发困难 文章介绍随着现在债务的不断提高 中国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一直缩小 此外增长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力资本还有全生产要素 而正如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萎缩这样的事实 除非中国设法吸引更多的移民 或者是大幅度的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否则最终中国的增长需要通过持续的增长率提高 以及效率增长来维持 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需要一些宏大的假设 特别是在生产力提高和货币升值方面 而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保持领先 可能会证明比野村的估计更加危险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观点文章 中国的富豪排行榜为什么变得这么快 文章开篇介绍到一招出局一招入局 中国的翼凡富翁排行榜似乎像清晰一样不稳定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是全国首富 一年之后这一宝座被阿里巴巴的马云夺走 现在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钟珊珊则是中国首富 事实上它甚至比巴菲特还要富有 这样迅速的洗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二零一七年年底之前房地产意志高歌猛进 后来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严厉的去杠杆运动 这就抑制了许多像许家印这样的人的资产扩张 并为科技富豪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风向又变了 北京因为反垄断问题而打击大科技 比如在最后时刻叫停蚂蚁的首次公开募股 让马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现在中国是食品的天下 从火爆的白酒制造商茅台到养猪户 每个人都享受着自由支配消费支出带来的创纪录的销售额 而这一位农夫山泉富翁的戏剧性崛起 就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 而文章认为亿万富翁排名的巨大波动 也说明了中国的财富是多么的短暂 这里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钟珊珊现在决定卖掉他的资产 会有多少亿的财富 他还会比巴菲特更加有钱吗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他的净资产是九百一十五亿美元 高于巴菲特的八百八十九亿美元 他的大部分财富也就是七百四十亿美元 是来自所持有农夫山泉百分之八十四的股份 而自从去年九月在香港上市 农夫山泉的回报率达到百分之一百八十 现在的估值是远期收益的八十八倍 但是如果他现在想把这一部分股权货币化 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呢 事实证明农夫的股票并不是很好的保证金贷款抵押品 根据香港菲利普证券集团的数据 其贷款价值比只有百分之五十 相比之下香港的富豪李嘉诚虽然排名远低于他 但是所持有的长江合计股票可以获得百分之八十的保证金贷款 就连马云的财富也要稳定很多 阿里的股票可以获得百分之八十的保证金贷款 银行是根据流动性来决定保证金贷款的规模 或者说根据他们卖出股票的速度来决定 如果一只股票是主要指数的一部分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阿里巴巴所属于的恒生指数 那么贷款价值比就会自动提高 另外一方面非流通股对于银行来说价值比较低 纸面收益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含义 因此文章作者认为 看到中国亿兰富翁的纸面财富可能会有误导性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财富是来自所持的股票 甚至可以说农夫山泉的估值被人为抬高了 因为在市场上供应量太少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评估标准是否退出投资组合 这也是重要的指标 在对伊万富翁进行排名时 或许这些标准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